台北大同区下午5点多前 为整集团董事长吴明达 才刚要从天龙三温暖离开 挥手完下秒K1人冲出来 近距离朝他开枪 吓到他跳脚奔逃 后面司机也惨遭射击 当场重摔在地 吴明达手部中两枪 司机脚部也惨中两枪 路人吓到紧抓胸口 跑到店家询问 事后两人紧急送医 吴明达戴着口罩不发抑郁 还伸手向外失忆 看起来相当平静 司机被抬上救护车 不断哀嚎相当痛苦 警方目前查证 开枪的33岁彭信嫌犯 当时携带一支枪子弹15颗 盛场击发4颗子弹 头按时弹夹里还有11颗子弹 根据了解彭信嫌犯疑似不满 被吴明达底下的小弟收保护费 才会开车前往现场埋伏 事后更通知妻子将车子开走 自己则到派出所投案 而被开枪的吴明达 其实也多次出入警局 吴明达被押上警车 是知名角头 过去曾多次被指控 涉入多起重大枪击案 包含当街枪杀北联邦主 唐重申涉嫌买凶杀 时任青山公主委的黄清源 争议不断如今被当街开枪 详细原因还有待厘清 记者黄亦峻 张天余台报导